带博拉和丈夫紧紧抱在一起 终于回到思念的马里布家园 让两人百感焦急 此时公路上还有许多归心事件的南加州灾民 在大火过后 终于第一次获准回家看看 Amy和Chris 在PCH和Paradise Cove 然而北加州灾民就没那么幸运 乌落偏逢连夜雨 这周的气象预报 让他们的处境不太乐观 许多灾民现在都只能在超市停车场 或是学校和教堂的露天场地打帐篷 万一下起雨来 他们可能被迫要离开现在的借宿地点 而且西口市现在夜晚低温设时四度 外界担心下雨还会降温 让灾民处境更加艰辛 另外虽然降雨有助于消防人员扑灭火势 但可能造成突石和瓦砾堆滑落 让搜救人员更难寻找失踪人口 达爱新闻 郑宇轩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郑宇轩编